你接着说 接着说 这事儿儿臣也不用多嘴 皇妈只要问问 二哥宫里的那个傻瓜太监就知道了 大哥给他银子 给他鼓完 叫他把一个什么东西藏在二哥的枕头里 又叫他把一些什么东西埋在玉清空的墙角下面 什么东西啊 写着二哥的姓名和生辰拔字的小人 啊 也真 应之 你竟然早知道这事儿 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说出来 你的殊徒的狗肚子里去了吗 儿臣于府 又倒是子不语怪力乱神 再说也不曾想到大哥会有多低之心 因此听了此事只当是乱风过耳 今日看来此事确实是真的 所以至今方才奏 所以至今方才奏臣 你不二十四十 多少功为惨变 多少肖强祸器 不都是这样酿成的吗 商庭医域 臣在 既客拟旨 消息应之一切爵位 割掉所有差事 罢为庶人 送宗人府永远全尽 正 还有 传旨下去 朕要回京 狗的 这伙子家奴不省事儿 连个饭盒子都不想得送 真冻死人了 这园子里叫怎么还不来呀 我十三爷 不许哭 不许哭 起轿恢复 喳 走吧 人都死绝了 狗奴才 给我送火 为什么不给我送火来 你们这些狗奴才 仗了谁的事了 瞧动死我呀 给我送火 万老 跟我来 太子爷 太子爷 起来吃饭了 别抓 别抓我 我没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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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爷 没谁抓你 奴才们是给您送饭来了 别抓我 来吧 吃饭吧 想害死我呀 你们想害死我 饭里有毒 饭里有毒 我不吃 快拿走 我不吃 饭里有毒 饭里有毒 有人要毒死我呀 要毒死我 要毒死我 来人哪 毒死我呀 人都死到哪儿去了 你们是想狗奴才 这毒死我呀 你们先下去吧 这 给我送火来 送死我啦 高奴才 你们成了谁的事啦 土地争 我大哥那儿没有火吗 是 皇上只叫奴才们给十三爷和太子爷送火 没叫给他送火 给我送火来 去 把我的火给大哥送去 这 送去 这 来人 再来 把火送到大爷屋子里去 走 十三爷 十三爷 这是奴才孝敬您的 喝着暖暖身子 好奴才 你都没忘了 十三爷 好奴才 十三爷 我们这些人都是您带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您是个狭王 没有一个人不打心眼里佩服您的为人 就连皇上 皇上 皇上怎么了 嗯 皇上 昨个晚上下旨关了您以后 还在夸您有情有义呢 八仙 好 嗯 嗯 借 瞧 瞧 又来人了 这不是图里称图大人吗 他是大内侍卫领班 护着皇上去热和为烈 这出城的时候我见着了 怎么着 他倒先回来了 图大人 图大人 图大人回来了 图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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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图大人 问您个事 就是 图大人 想问问您热和那边究竟出什么事 就是 说 你得透点消息吧 那边情况给我们说 好了 好了 我看你们这些官是越做越回去了 打听这些事干什么 想填乱子吗 下官图地称参见佟大人 起来吧 图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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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胡来 拉下去 走 同众他 走 走 走 我这大爷一手带出来的 走 给大爷烧点东西 有什么 走 走 图大人是皇上派来传玉的侵蚀 不是给你烧东西的义钗 今儿我有言在先 任何人不得去图大人那打探消息 不许挡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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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您请吧 老爷在书房正等着您呢 别把那鹰喂的太饱了 你想把他撑死啊 二爷 您请 您请 六叔 这儿是给您请安来了 坐吧 怎么 你来找我办事 是啊 六叔 只想 您在这个当口很需要用人 俗话说 上阵还要副主兵不是 只想 眼下这件大事 兴许我就 给您出晚利 我说小多子 你今儿是给六叔打雅弥来了 什么这当口啊 这件大事啊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事啊 六叔 这始终 就没弄明白 这么多年 您当着朝廷的府相 多少人在您的手里飞黄腾达 多少才能资历不及折的人 都开牙剑斧 起居八座了 您 您就不愿意提携这儿一把啊 平时来找您 您 您总说没机会 可眼下 这太子就要废了 新太子即将拥立 您找了这么多人来商量 您 您怎么就不肯给侄儿一个机会了 就算我这个做侄子的事 您讨厌 可是 您念在我 四季的亲爹份上 您亲哥哥的份上 您怎么也不能这样 绝情不识 六叔 说完了 潦倒 发牢骚 怨天尤人 从来也不反省反省自己 当年 你若不是善离职守 私自从边关跑回来 能落得今天这个样子 看你现在的样子 飞扬浮躁 什么旧太子要废 新太子要立 你当真是投注鸭宝呢 鸭中了就能飞黄腾达 要是鸭不对呢 就会身败名利 永世不得翻身 开口机会 闭口机会 哪有那么多现成的机会 等着你啊 什么人都能看到的事 都能昌和进来的事 那还叫机会吗 小多子呀 你这碗水 还浅着呢 好吧 好吧 你今儿来 不是要我给你一个差事吗 差事 我可以给你一个 可是机会 你得自己去找 拿去吧 谢谢刘叔啊 谢谢刘叔 刘叔 您就让侄儿到礼凡院 当个手间的 你去不去啊 眼下就这个差事 行 我去 站住 小多子 你可给我记住了 什么废太子 立太子的事 少掺和 要是低了跟头 刘叔救不了你 废西四十七年冬 皇帝遇驾从热河返京 和以往不同的是 太子的身边已经没有了仪仗 而和他同时囚禁的 还有两位阿哥 陈党公营圣驾还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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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寇党公营圣驾 张五哥 在 皇上 请把王善师傅掺上车来 这儿 王师傅 皇上叫您过去 啊 皇上叫我过去 是 我和您过去 啊 皇上 快去 上车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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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碗 吃了吃了 出牌啊 这张牌要是一出 弄不好要放炮啊 你到底出不出啊 出 衣柄 搬这儿来 胡了 算翻 快算翻 快算翻啊 大人 刚解了一个新关押的 关键就不就得了吗 算翻 算翻 大人 这个人恐怕得您去安排才行 我说你有完没完啊 什么人 是十三爷 尚书王特意安排的 哎呦 我的十三爷 奴才龙柯多 叩见十三爷 哎 这儿怎么是你当差啊 那能伺候十三爷的 不是奴才的福分吗 得得得得得 要是 要是论备份的话 我还得叫你声舅舅 可是论眼下 你是管着我的老头 我 怎么敢叫你伺候我呢 得嘞 十三爷 既然您这么说 那么我也不说伺候您 也不说管着您 咱们这么着吧 就像咱们当年在西北打仗的时候那样 有空我就陪着您 咱们是一块喝酒 聊天 到时候呢 我再给您找点乐子 好 痛快 那咱们一言为定 喳 走 不知中堂说的这个看看 是看什么呢 还请中堂赐教 老臣的意思是 请九爷转告八爷 要沉住气 不要急 所谓看看再说 第一个看 是看天心 第二个看 是看民意 当然 有时候天心 也能够左右民意 而有时候民意 也能影响天心 其实 一八爷和我看来 中堂 您是既能够影响天心 也能够影响民意 严重严重 九爷 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 这屋里探气太重了 好 那我告辞了 好好好 我告辞了 我告辞了 用了太子的一切硬性 太子不敬侄 不修德 身师阵望 为了上不负列祖列宗在天之托 下不负天下神明之望 朕决议废处迎人的太子名位 皇上 臣有本奏 请皇上 请皇上见那 我知道你要说话 但朕今天不想听你再说 你是一个正人君子 为了辅导太子数十年欧薪力血 朕一直心存感情 这就是朕为什么要 招你同车共衬的原因呢 作为师父 你尽了责 作为父亲 朕也尽了心 无奈所琢飞玉 难成大计 你也不要过于伤心 皇上 如此褒奖老臣 更令老臣 惶愧无敌 今日 老臣冒死尽眼 皇上见那 老臣要说 皇上不见那 老臣还要说 倘若皇上不许老臣开口 臣就撞死在金节 到九泉之下 向列祖列宗去说 好 说说说 谢皇上 臣以为 太子随有错 错不在于太子一人 太子随有过 过不至于废处 皇上是才说 太子不禁职 我请问 自从太子扶政以来 六部公卿 有几位大人 禁职辅佐太子 善为谋政 皇上说 太子不修德 上书坊几位重臣 都有旷政得失的职责 同国为 八旗 张廷玉 几十对太子 赞善旷师 诸位皇子 除一二位 辅助太子李政 其余的各位阿哥 谁不施各自为政 阴为伴族 甚至还有暗中掩阵者 时至今日 将所有的过失归于太子一身 正是不窍而住 不但不能服天下臣民之心 而且对满朝文武百官 怎么交代 也难以对列祖列宗 蔡天之灵 皇上 您不能这样对待 战战兢兢三十几年的太子 说得好 说得好 朕是不教而住 无道昏君 那么你是他的师父 他变成这个样子 你又该当何罪呢 臣罪到天 臣罪当主 就在皇上 召臣同坐御殿之前 臣已让家人 为臣准备好了棺材 臣只等说了这番话 就已一丝谢罪 好一个忠臣 你如此咆哮朝廷 侮辱君父 骂敬皇子百官 一死 就能抵罪吗 老臣全家三十余口 甘愿陪臣 一同就死 王师傅 你已一死博取忠名 却把一个杀忠臣的罪名 强加在皇上的头上 难道 这就是圣人教你的忠叔之道吗 这 老臣确未想到 可是如果我不死 又怎么能对得起太子 你死了 岂不更加有伤皇上的盛德之名 你岂不更献太子于不忠不孝之地吗 他想做忠臣 只怕没那么容易 来啊 在 把王善 把王善送回家去 交给他儿子看管 倘若有个三长两短 朕就问罪他儿子污逆 你千刀万剐 临此处死 诈 我求生不难 求死不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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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意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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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廷兵 卫臣在 明天带朕去天坦 先读 废除太子 迎仁的诏书 告继天帝 喳 从仓位 奴子在 在你一道余旨 速寄各省都府 昭告天下 朕要在诸皇子中 另择新太子 地方二批以上官员 再丁四批以上官员 都可以择贤俱鉴 这 通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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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您的意思看 这局面 通中堂 通中堂 我看 八成是日 我看眼下 八爷还只有五成胜算 还不到时候 咱们得等他有了七成以后再出手 别急 告诉他们都不要急 先看看再说吧 请教回府 明白 明白 明白了 明白了 十三爷 您请吧 我说老龙啊 你这是给我做的奶门子佬啊 这 我说老龙啊 我觉得这些事儿 不太符合朝廷里的规矩吧 十三爷 我又不懂我又不懂那么多的规矩 我只知道您没犯什么罪啊 皇上叫您到这儿来住一阵子 那也是为了磨练磨练您的性子 是吧 十三爷 十三爷 这要在平时啊 我也不会去拍您的高枝 可今儿个您到了我这儿 我怎么着也不能让您受一丁点的委屈啊 你瞧瞧 这屋子里的家具 百事儿 都是我从家里搬来的 我可没花衙门里的一个大子儿 好 好 好 我接受你的这份好信 可是也犯不着 把这儿弄得像洞房似的吧 你看 那儿还有个梳妆盒呢 那个灯笼也弄成了红的 我看 这不行 换了吧 换了吧 我说十三爷 您要换哪样都行 唯独这两样东西 是万万换不得的 你去呀 去呀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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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爷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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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听着 争取吧 我有阿兰在这儿 我一辈子都可以不出去 我家王爷说了 谢局一谢拜访 请诸位大人都回去吧 我等前来是例行请安 只想见见八爷 还烦你通病一声 是 不是我们不愿意通病 实在是八爷有吩咐 众位大人就别在这等了 回去吧 这就是 九爷十爷了 参见九爷十爷 起来起来起来 好热闹 怎么怎么不让进去 我们都等了半晌午了 八爷就是不进 二位爷 你们同八爷说一声 让我们见见就走 对 老师 这天寒地冻的大家一片热心 把大家拒之门外 似乎太不尽人情 是啊 你们进去 进去吧 大爷说什么 我盯着 走走走 请 请 好 道长 请 道长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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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好 不 请 诸位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旗人 就是这位张道长 不敢不敢不敢 世外山人兴蒙十业赏识 何敢当一个棋子 何止一个棋子 这位张道长简直就是一个神人 天文地理 过去未来 无所不通无所不晓 难为不信可以当堂的试试 请问张道长可像面 略知一二 那给我像像如何 这位大人不是科甲出身吧 道长为何这样说 人家说对了 你就回答对了 没错 他不是科甲出身 他的功名是娟来的 张道长 你接着说 大人 地壳方圆 这是祖上积德之相 大人 你的福音不小 对极了 家祖家父 在弊乡 都被人家称作是善人 那你说 大人的路命不止现在这样 至少应该三品 神 神了 是 那道长 你再说说 我现在为什么只有四品呢 说一句不中听的话 那是因为大人笑到有亏呀 佩服啊 佩服啊 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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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的妖道 在此妖言获重 王爷指不 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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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平发落 请哪位大人说一说 这树上是什么 这 花啊 对啊 它是什么颜色 白色啊 不错 再请问 这树下站着的是谁 八言啊 对 八言是什么人呢 这谁不知道呢 八言是亲王呢 又是吧 对了 我再问一句 这白花的白字 下面再加一个亲王的王字 这是什么字呢 黄 皇上的黄字 对 这 来人了 是 把这个妖道给我拿下 正 慢 八哥 这可是我请来的客人 你要抓他 不是扫我师爷的脸吗 老实啊 老实 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一点 此人口出狂言 寂静反逆 你教什么人不好 非要教这样的人 不用说了 给我拿下 不行 你要拿他 你得他从我那离开以后 要不然谁敢再和我师爷交往 师爷的保全之德 张某心领了 张某话也说完 任杀任瓜 请便 拿下 走 送到宫里去 交皇上发落